《玩具TV》 好 玩具TV回來了 Lawrence好像今天有些特別 沒錯 因為原來今天 你看到所有都是回到未來日有關的東西 原來今天可能你不知道 就是回到未來日 你頂帽也是 沒錯 所以今天就要轉 這個回到未來日不是我作出來的 話說原來今天我開Facebook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外國人在這裡慶祝 說今天是回到未來日 然後問什麼事呢 他說原來在電影的第二集裡面 這兩個人的主角 就跟博士要回到未來 原來選擇的那天就是10月21日 香港時間是10月22日 但在美國就是萬十二個小時 剛剛21日 所以原來我們今晚說這個主題 也是非常適合的 是 咦 轉了鏡頭 但我明白嗎 OK 繼續 是嗎 OK OK 好 好了 那就 桌上還有一些 你的收藏 可以說嗎 這個 沒錯 這支 既然說到2015年 當然是當年 在電影裡面 就是那個主角 就上到去2015年的這個咖啡店 買了這一枝東西 喝這個白士 後來白士廠也很有心 應該是大概幾年前 我不記得是否正在2015年 他特意出了這個包裝 就是去 就是 叫做 紀念當時那套電影 那這個也是 我有生意來買過最貴的一枝汽車 哈哈 所以我買了一隻都不捨得喝 應該是過了一期很久 是2015年的12月21日 對 真的很久 你又不因為20億手 沒錯 那順勢就是因為他 出這個回到未來35週年 他就和這個Huzzle 交換了這個 變形金剛的回到未來的車 哇 變形金剛都可以交換 真的要你介紹一下 其實這些車 基本上你好像每一個版本 你都曾經有過 那也不至於每一個版本 但是 通常合金的那些版本 那些都有 那之前就 一開始都是儲了一輛 後來就 越換越大 最大的那一輛暫時是1比6那輛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1比1 是 好啦 那大家再看看這個盒 等等 等等 Walker 來弄一下 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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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盒子 那盒子就情懷滿分 那用G1的包裝模式 再加上回到未來的產品元素 都在裡面 那其實這些只是買包裝 而這個 算是不算太貴的 應該是300元 如果你訂到的話 那也不錯 但現在 但你的特色是如果訂到 即是現在有機會訂不到 對 因為已經炒了 已經炒了 應該要400多元左右 其實如果這個價錢 還有一輛車仔放在這裡 還可以變形也不錯 對 那它就可以做回這個 有勾住電線 是不是第二集 第一集 第一集的造型 那它也可以變成第二集的造型 對 也很有心思 第二集的造型 可以變成 像磁浮 對 可以飛的 飛的車 可以翻下去 那它也完全還原 對 還有後面這裡 你會見到 可能會變成一個白色的 Mr Fusion 你才會知道 對 那這個就是因為第一集 剛才Digger介紹過 即是它其實這件東西 要燃料才可以 即是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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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集 因為它當時不夠電 即是它沒有帶燃料 那它要用那些叫 就是 引類 是的 即是它 因為它本身要用一些叫做 輻射的物質 叫做複射的物質 但是什麼 Plutonium 不知大家可以用了 那一隻 那因為它用完了 所以第一集 當時就說 要發生到 1.21GW 這麼大的電 就需要靠 引類 所以第一集 原本是用這支東西 但是去到第二集 博士當然是改進了 所以就換了這個Mr Fusion 原來就用了 啤酒 焦皮 這樣已經可以 調到這麼大的能量 還有一個浮的設計 這樣 可以飛 是的 這個有趣 它的車面 都用了這種 有些慳的感覺 是否想營造原本的車的質感 其實也是 即是它前面這個位置 它也是有這樣的坑 都還原了那套 電池裡面的車的一個造型 是的 斜一點 斜一點看看 是的 其實也挺細緻 即是它連車牌的部分也做了 而這個 這些 路線的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做 電線 電線那類東西 它都用這個上色去表達 以變形金工來說 它的上色算多 是嗎 即是變形金工一般沒有那麼多顏色 不會上那麼多顏色 因為它剛剛遮蓋了 噢 掉了 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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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它的門都可以這樣打開 都算是有很多東西玩 對 好 事不宜遲 簡單地變一變形 其實變形都比較簡單 其實有沒有出過漫畫 或者有沒有真的 即是 即是 除了玩具之外 即是 卡通那些是這樣 融合過的呢 有 它變形金工之前就是 捉鬼這麼死隊 接著最近呢 有Top Gun 是 接著呢 就有這個回答美台 你說開一點點題外話 其實變形金工 我最近在YouTube看 是 原來是曾經出過一套漫畫 是跟Ironman融合過的 即是Ironman是去大戰 變形金工 最後就被麥加登打敗了 哈哈 對 很誇張 即是結局是麥加登一桶宇宙嗎 我不記得是否一桶宇宙 但總之就是 即是 當時就說 Ironman 即是Tony Stark 做了一套甲很大的 就是用來對付變形金工 結果 總之兩東西就被麥加登堆毀了 那它的變形方法 都非常G1的 對 咦 這個變法 真是情懷滿分 不過其實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變得也不錯 因為回到未來這套戲 都是一些 七八十年代 懷舊一點的 那你配上一些 即是G1的懷舊派的 變形金光 那就真是適合了 而最划算的 就是胸口那裡 會有那個 能量嗎 那個標靶的 是否顯示它的能量 是 是 大致就是這樣 是 是 是 對 胸口這個很熟 上面剛剛說了 寫了 中間那一項 不知道放不放得到 2015年10月21日 這個就是 那套戲 它都 即是 即是 回顧在那套戲裡面 當時他們 即是 即是 時光倒流 即是 時光倒流 時光倒流的時候 去那個 時間的日子 是去哪裏的 嗯 那它還有一支窗 如果去這裏可以做閃 更加厲害 不過可能價錢就不止這個 價位就不是這個價位了 最後就把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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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作完成了 那 可動就一般 那 就是 正正常常 有腰轉 有手 可以動的 其實它那個 機閃的造型 會不會像G1 某一代的 某個變形金剛角色呢 這個其實它有用 其中一個 最近 Earthwise的 角色去改模 噢 但是加了一些元素 變形金剛角色 就是一樣的 反而 它就保留了 即它 有了薄 是不是這算是 博士的元素 那個眼鏡 即是類似是 致敬 這個博士的樣子 是不是 博士的樣子 那大家可以 對比一下 都是 眼大大 即是 眼圓 圓圓的 即是 好像戴了一個 眼鏡 那這個 始終這類型的產品 真是銷售情懷 即是如果你是 即是 喜歡這個IP 你喜歡 鍾駕駛四代 或者是喜歡 TOP GUN 或者是喜歡 回到未來的 都值得收藏 尤其是 即是 你都想了很久了 如果是這個 回到未來的 車可以變成機器人 還是怎樣呢 今時今日就真的做出來了 嘩 所以創意都無限 真是 這麼厲害 都被它想到 即是 車可以變成機器人 而這個機器人 仍是可以有一個功能 就是 可以回到未來的 即是 即是 例如 往後有一些經典的 載具 都可以變成機器人 我想它都會 用這個方向去做 超過的 其實變形金剛很多時候 都是用車、飛機、火車等 全部都是用那些來變的 船有沒有呢 其實變形金剛用船來變 也有 也有 但如果用現實的 即是電影中的載具 變形金剛的趣味 就會更多 嘩 都不錯 幾個人 好 這個介紹就差不多了 我解釋回來